所以你看这个会不会或者有没有养生太重要了 这是68岁的脸 这个是62岁的脸 这个明显差距还是蛮大的 这个我们都认识 吴梦达 达哥 这个也是周星驰曾经的黄金搭档 为我们带来无数的经典喜剧形象 但是岁月不饶人 刚刚说过今年62岁了 仍然奋战在一线的他 最近被爆出因为心脏衰竭 一度性命堪忧 甚至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们来关心一下 你这个兔崽子吃了不好带回来给我 有吃就吃就别啰嗦 从赌神喜剧之王到少林足球 吴梦达的经典萤幕形象 大多是韩后里透着皎洁的中年人 然后就是这样一位在大家记忆中 总是嘻嘻哈哈的达叔 却在近日传出了生命垂危的消息 据港媒报道 吴梦达早前在石家庄拍戏时感染风寒 回港之后他固步的休息 便马不停蹄的宣传新戏 之后因为突感身体不适 被送往当地医院 后进医生诊断 吴梦达由于细菌感染导致心脏衰竭 病情太过严重的他 还一度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表面看来风寒是吴梦达 险些丧命的导火索 但深究起来年事已高加上劳动强度大才是根本原因 1952年出生的吴梦达今年已经62岁高龄 近年来辗转内地影视圈发展的他 每次拍戏都尽职尽责 从不含糊 在获悉吴梦达的病情之后 新戏在现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吴梦达 感谢大家关心的同时 他也通过工作人员 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约 目前吴梦达已经出院 无独有偶 此前重返电视剧市场 接拍红高亮的周迅 日前也被曝出 因为自己体能大不如前 希望能减产 在此之前周迅在台湾地区宣传时 就被媒体指出状态差 全程面露卷容 当时周迅一身大衣长裤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面对媒体惜字如今 在主办方宣布结束后 更是第一个跑进电梯 由于演艺圈工作的繁重 不少明星的身体状况 都拉起了警报 SHE的Ella 就曾经因为健康问题 多次在媒体面前掉泪 2003年7月 她在录制节目时 从三楼摔下 导致第一节腰椎粉碎性骨折 逆次骨折后 落下的病痛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把Ella折磨得够呛 再加上日益增大的工作量 终于令她在媒体面前 情绪崩溃 累也太累了 有再累 好了 我们最近真的是蛮累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有讲 就是我们平均的睡眠 大概才三四个小时而已 在拍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时 范冰冰也经历了 高烧作业的痛苦 拍摄时范冰冰在下身 裹满了保暖的衣物 眼睛红肿 强打精神 架不住导演 停停喊停 范冰冰索性常跪不起 经过反复说戏和重拍 堪称劳模的范冰冰 也有些受不了了 过去大家常说 轻伤不下火线 但在如今亚健康盛行的演艺圈 努力工作 虽然值得尊重 但身体健康 也应该引起每个人的注意 毕竟身体是一切的本钱 望各位劳莫珍重 行人的赛线 综合报道 这个达哥一定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啊